去年才刚动图的卓西乡原名产业中心 卓西乡公所紧接着在2月23号办理上梁祈福典礼 乡长田桂花表示 新建计划历经十年之久 再多为前任乡长努力之下 才有今天的产业中心 由于地点就在玉璃镇的精华地段 渴望成为卓西乡玉璃镇 农业观光生活工艺产业的窗口 成为行销卓西乡农特产品及发展市区 农业旅游的新亮点 五层楼高的水泥建筑 筑地在玉璃镇上看起来相当的壮观 这是卓西乡公所的卓西原乡产业中心 并且在2月23号办理上梁祈福典礼 邀请了多位的贵宾参与 田桂花表示 非常感谢多位的相关单位来协助 新建产业中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心中满是感恩 那原则上他对卓西乡 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东西 大家看得到 我们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得到用得到 一些有机的 对生活健康有帮助的 他会是有生命的 因为有更多的农物跟人都会在这里活络 另外卓西乡民代表会副主席表示 也非常期待产业中心带给卓西乡农民 以及族人更多的协助 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农产的推广都非常期待 对未来的期待 当然除了如果乡民的所有的农特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 然后在这个地方能够有销路 很好的销路的话 这个是对乡民是非常一个期待 也是对乡民非常好的一个回馈 卓西乡玉里镇的原住民族群比例高 建筑设计融合花莲山海特色 一二楼将展售部落文创的商品 农特产品 伴手礼 三四楼则是规划为创作研习区 原住民族工艺帮 以及文创工作者的育成中心 针对木役 布役 烧役 编役 以及生活工艺设置 新创的设备以及空间 并且也提供相关课程 来协助原住民族青年创业 以及行销通路 也预计九月完工营运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